上一期节目里我们聊到宝宝的各种不正常的大便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宝宝的小便 宝宝一天尿几次是正常的 通常情况下宝宝的尿液应该是呈现淡黄色或者是深黄色的 尿液颜色透明清亮 而且小便的过程不会有任何的不舒服感觉 宝宝的排尿次数与摄入的奶量和年龄有一定的关系 出生后排尿频繁的宝宝每天可达平均1到3小时就一次尿 排尿不太频繁的宝宝每天可能只有4到6次 一周后由于奶量摄入的增多 宝宝的排尿次数会增加每天21到26次 1岁左右宝宝的排尿基本保持在每天11到16次 当宝宝尿结晶的时候是宝宝生病了吗 尿结晶有的新生宝宝尿液会成粉红色 妈妈们会以为这是宝宝尿血很担忧 其实这不是血尿而是尿结晶 也就是摄入量不足导致的浓缩尿 增加喂养就可以好转了 不用太担心 有时候宝宝的尿颜色很黄 而且还很少 这主要是因为宝宝体内摄入的水比较少造成的 6个月的宝宝需要增加母乳或配方来的量 6个月以后添加腐蚀的宝宝 多喂点水情况就会好转 那当宝宝尿路感染怎么办 尿路感染在儿童中还是比较常见的 特别顺利宝宝 通常是由尿道口进入的细菌引起的 上尿路感染会引起雾痛以及发热 但很少引起尿贫和尿痛 而且因幼儿发生尿路感染 很少出现明显可辨认的症状和体征 常见症状只有发热 如果发现宝宝出现没有呼吸系统感染 和其他疾病的发热 应带宝宝到医院进行检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